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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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即场交路之友 我是Mita環子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804 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帮我们 採取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券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Jason先和大家看看市场 恒指方面 现在升95点 到21,967点 其指升112点 低水27点 国企指数暂时升63点 报10673点 今天来说 恒指最高已经穿在22,000点的位置 最高建外22,01点 稍后再和Jason看看市场 现在听听家庭观众黎珊的电话 黎珊早晨 早晨 早晨 我想问哈电133 本身有货吗 是 没错 想买的 是 电力设备股 昨天有个反弹 之前虾电已经连跌了7天 电力设备股有反弹 会否继续上 基本上如果你看回电力设备股 哈栋来说 看回他之前的走势 短期来说就算是不错 但始终他本身面对比较大的隐忧 都是他们在之前一段时间方面 那个的营运表现都不是太好 刚刚上一年 就是出那个全年业绩方面 都是一般的 再加上就是本身就是之前想着大家都觉得中央方面 是会重启一些叫做核电方面的项目 但是很可惜的地方 就到了目前这一刻来说 都似乎是没有什么 就是确实的消息 就告诉大家 就真的有核电项目 是真的会在短期之内是重启 所以你说就是 哈电去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去到 阻力位都算是差不多 这些位置你说再大升的空间 暂时不是说太多了 好的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黎先生 另外想问是3983 3983 是 就见到 现价来说 中海石油化学 你本身有没有货价 有 3.7.8 3.7.8 入的 你是想问现在4.7.9 想指赚 还是想 是 呃 呃 呃 应该是 低过买入价 是啊 是啊 现在是4.7.9 3983 中海石油化学 你是3.8多买的 是吗 是4.7.8 4.7.8 现价买的 现价4.7.8 也是 你是想看下怎么做 是 好 现价来说4.7.8 就跟这位先生买入价一样 这只股份的话 有没有衷勁呢 呃 你见到它的价格走势 就由3月中到到现时为止 都一直介乎在大概 4.6至到4.8 那里拉鞋 如果你说看回这间公司 本身就是做一些尿素 一些化学肥料等等 如果你说看回这些产品 在上一年整体来说 那个价格方面 都是持续有个不断下跌的情况 都令到我本身这间公司 即是出来的那个 毛利率方面 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说去到今年 会不会可以 即是有些改善呢 我相信机会都大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 这些位置卖了的话 暂时我觉得都可以 是叫做hold住先 那下面的 稳阵起见的 可以订回一个 就是止涉位 就放回这四个半的 那一旦如果你说 见到来的股价 即是连四个半 都叫做穿埋的话 整个形态 就可能会 叫做有个 即是向下突破的格局 会出现 那所以到时候 就应该是走一走先的了 那相反 如果你说见到股价 仍然都能够 即是四个六楼上 在那里拉鞋 问题不是说太大的 那直到一天 如果你说见到股价 能够成功向上 是突破到大概 四个九 这些横行区间的顶部的话 进一步上网的目标 就可以看到 上去大概五个一左右 所以目前来说 暂时方向 都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 就可以摆定一个止涉位 和向上摆定一个目标价 暂时都应该是可以先保持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 谢谢 好 谢谢你的电话 另外 刚才都提到 今天恒指来说 最高是穿过22000点的位置 最高见过22001点 今天暂时仍然升近78点 到21951点 其指升101点 低水23点 市来说 连续两天都有反弹势头 今天出卖22000点 比较重要的心理关口 后市是否会有反弹在那里 如果你说看整体大市的走势 其实去到目前这一刻 都不能说暂时是确认 整个跌浪是完成了的 因为你看到昨天的恒指虽然是反弹 但是那个动力 就是成交方面 就不算是很强的 还有你看到今早做高开之后 似乎进一步向上突破10天线的动力 仍然不高 一天如果你看到它的反弹 仍然受制于十天二天线 整个形态都仍然保持着下跌的轨道上 所以一天未能够穿到这些阻力区 暂时都不能够确认市况是见底 当然如果你说是基本面来看 昨天出来的CPI的数字就相对出得不错 都令到大家之前最担心的 所谓收水或者加息的问题 暂时都可以先放在一边 所以你看到昨天的市场抽上来 都见到部分一些高负债的板块 包括水泥、煤炭或者多晶龟等等的股份 都是全部跑赢了大市 这方面对于内地A股来说 亦都会有个帮助 始终你说流动性都可以保持 比较宽松程度的话 对于整个A股来说 就不会有个太大的冲击 至于你说可能北韩方面 会不会在今天有机会发射导弹 当然机会不能够排除 但都要看回究竟它射完之后 究竟国际的反应是怎样 以及究竟它发射的力度 火力有多猛 这方面我相信对市场 都会有个几大程度的影响 但是一旦 如果你看到今天发射完之后 都没什么料到的 或者整体影响的程度 都没有市场预期中那么严重的话 对市场来说 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始终之前大家最担心 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一旦过了今天 你发现原来的威胁 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对市场来说 反而是一个比较明朗的指标 再加上你说禽流感 虽然你说昨天又看到 确诊人数又进一步上升 另外死亡人数又再增加多了两个 但是始终到这一刻为止 都还未出现一个人传人感染的情况 所以暂时禽流感 再发烤 再令到大肆受影响的程度 我相信都不会很大 刚才提到几个因素 亦都看到昨天内地公布的CPI数字 令市场有惊喜 亦都消除了内地收水这个不明朗因素 但是说回地缘政治 刚才提到北韩 看看今天会不会发射导弹 其实之前北韩已经警告了 南韩的外地居民 或者外国人应该是南韩等等 美国方面亦都说 如果北韩方面发射导弹 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又或者他的盟友国家的安全 都会有信心 又或者有能力 可以去拦截北韩相关的发射导弹 其实可以怎样估计呢 就算虽然影响不是那么大 又或者可能发射导弹未必成功的时候 但是似乎地缘政治方面 很难估计市场会怎样走 其实以我个人的观感去看 又或者看过去那几年 北韩经常都有些核事 又或者可能发射导弹的行动 但是普遍的局面 都不是去到一个很大规模的战争 可能纯粹射一辆导弹 可能就飞了到海之后 整件事就叫做过一段落 暂时也未见到 北韩方面就说会有一个很大规模 发动攻势的意欲或者能力 当然你说外界 包括美国方面 会不会借这个机会 找个藉口出来出兵去北韩 或者再发动一些攻势 这个就是一个不明朗的因素 但如果你说单看北韩本身的定位来说 我自己觉得就未必说会 真的全力去到一战 而且始终在说 为什么他要选择今天方面 要发这个导弹 最大的原因 都可能因为 纯粹就是他本身 今日城方面 就是有个纪念日方面 所以你说会不会去过孙 现在在位的金正恩方面 都想借这个机会来做些事情 从而令到自己的政权更加是巩固 如果你说纯粹是放一个姿态出来的话 我相信对于整体国际的威胁 就应该不算是很大的 所以你看到 就算大家都害怕 今天他会发导弹 但是说今早南韩方面 那个股市仍然是有个高开的情况 所以都反映了整个市场的反应 就似乎真的不算太担心 会不会呢 反而他真的今天发射了导弹 也都见到 可能平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 反而消除了市场的不灵狼因素 市场可能势头会比较强劲一点 刚才Jason也提到 但内地股市似乎 昨天公布完CPI有点充气之后 今天有点黏 因为刚刚都公布了出口数据 你看到最新三月份方面的出口数字 就指令岸年增长是一成的 比起市场预期是一成一多点来说 就叫做差了一点 但是当然数字方面 就不是说真的落差很大 还有如果你说连接 对上一个月来计算 整体出口由年初到现在 仍然都叫做保持一个 年大概是一成半至两成的增长 这个数字其实都比起市场 一般的预期来说是好的 还有如果你看到出口 都是保持这个双位数字增长的话 反映了内地整体制造业的环境 对于工厂来说 都是会有正面帮助 所以亦都可以预期 未来所出来的经济数据 包括工业增加值 又或者其他那些 例如居民的零售销售等等 都应该可以做得不错 但当然这个势头 能不能进一步延续 最大的隐忧 反而可能是美国市场的 因为见到美国在上个星期 出来的就业报告 都反映了最新的 新增职位的数字 明显是减弱了 会不会都是受到 今年年初的加税 和削減开支方面的行动 而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意欲呢 一旦见到美国的GDP 美国的整体经济 去到第二季 如果是比起第一季 慢慢收缩 或者放缓 对于内地的出口 都可能会有打击 当然这个情况 可能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国未来四月至六月的出口数据 之前出口数据 今天公布来说 三月份出口增加10% 而入口增加14.1% 入口数字好过市场预期 但见到内地三月出口 刚才提到 是美国方面的一些就业数据 影响到可能相关的 中国出口的数据 但如果未来四至六月份 见到近日元会界有个大跌的情况 其实又影响到内地的出口 因为始终相关 有些可能电视机 又或者其他的 现在日元的价格 比较弱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内地的竞争力 你说这些电子产品 当然对于国际的市场来说 特别就是说 在欧美方面 未必会有太大关系 因为始终日本本身 所出产的电子产品 说的是价格 其实一直都叫做贵过中国 但为什么你说 像Sony等等的电视 或者影音产品 都一直这么受欢迎 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为在质数上面 始终大家都认为 日本货一定是好 过国产货的 所以对于出口市场来计 特别是说 一些比较高端的市场 其实就算你说 ,Yen近期跌了很多 有机会是令到 整体电视方面的价格 是进一步可能是便宜了 但始终直接的竞争方面 都不算太大 所以大家 我觉得不需要太理会 这个因素 反而可能要担心 就是说 有部分可能 中国方面的 产品 可能是运到日本的 会不会 随着近期 日圆 是大跌 对人民币是大跌 反而会令到 中国对日本的出口 会有机会减少 所以这方面 可能会直接影响 中国的出口 好 听听家庭观众 电话先 有位叶太 叶太你好 叶太你好 早晨 早晨 请问一下 9月份 或12月 江西和358 3323 和1880 会否高位 大概可以去到多少 三个都有货 买了 问三个 第一个 八礼国际蓝筹股 昨天同店销售数据好 升上来 今天暂时没有升跌 9月份或者12月份 目标价定多少 你说昨天的数据是否真的很好 百分之四点多 当然 就比起上年第四季 叫做好些 但如果你说比较 对上两三年平均 每一季都大概有双位数字的增幅的时候 今次这一个 即是四点几个百分之的增幅 就真的不算特别强 你说这只股份 为什么昨天会升那么多 最主要都是因为 之前就是说跌得太过浪 还有就是大家对前景 是看得太过悲观 就令到股价不断受压 所以你说有一些 就是比较正面一点的数据 出回来的话 对股价短期来说 都会有一个支持在 但是都要留意 因为见到今早上升到上去 十三个半 大概是二天线 这些位置的时候 都仍然是顶住的 未能够正式升穿 所以一天二天线穿不到的话 整个势头都仍然是比较弱些 所以如果你说有货的话 我都建议是这些位置可以 尽量先走一走 另外他想问江西铜 江西铜现价17.12 今天会升接近3% 目标价又可以去到多少 江西铜昨天又升了一阵 今天进一步升多一阵 可能反映大家对于内地 来公布的经济数据 特别是工业相关的数据 都看得比较好些 所以都带动到内地的铜的需求 和江西铜的股价都可能是上回来的 关键的位置就是二天线 即是说是17元 暂时虽然是突破了 但能不能够在短期之内 可以站稳这个水平 就相当之关键 站得稳的话 未来进一步上网的目标 是可以看上去大概是17.8至18元 但相反 如果未来的大市仍要调整 令江西铜都不能够站稳20天线 就要小心整个调整浪 仍有机会持续 最后想问中建财 现价9.54 水泥股有看不看好呢 这只股份和息口 和内地的银根相关度 是相当之高的 因为本身负债方面是相当之大 特别是说今年之内要还的钱 也有接近九百多亿人民币 那接下来能不能成功融资 或者接下来再发债方面 究竟息口是怎样呢 当然内地仍然保持一个宽松政策 问题不是太大 所以看到昨天公布完通账数据之后 都收得比较低 都拉到股价上来 但短期之内 股价仍然在十天线 是受到制爪 都是那句 不能够升穿十天线的话 整个形态仍然比较弱 暂时十天线的水平 大概是9.6 多谢这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要问Jason 刚才说股份 有没有哪些有迟 没有事 稍后回来 就是发达港场的环节 下一节回来 会继续和大家看着市场 稍后见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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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